大家好,欢迎回到教育之人打造美股交易的烈刃 美股千亿争入场,资金涌动,势浩荡 中国科技猛反弹,风口浪尖急飞扬 散户追逐热点忙,忽略风险在心旁 爱在深秋,愁更浓,牛市反亏,泪千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 在中国市场中,我们交易中它轮动是非常快的 这个礼拜又轮动到了科技 我相信上一段时间去追高的朋友 这个地方又是非常难受了 如何在牛市中可以亏大钱 其实这也是有一个说头或者学问 我们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去纠正 或者说尽量不去踩这些坑 我会在后面跟大家具体的一个分析 那么今天的主要内容会跟大家分享几点 第一的我们对于美股市场中 我们说整个10月的最后一周 会是美股现在唯一的 或者说是一个风险窗口期 因为在美股经历了9月的下半旬市场中 也就是说季节上最弱和10月的上半旬 这两个都没有股购回购的窗口和CTA等一系列 咱们说系统化资金全都是卖出的状态下 竟然在这个市场中扛住了 而且是扛住了所有的卖压之后 在这里形成了横盘 这样的走势其实是非常强的或偏强的 所以我们仍然是对于美股是这样的 你可以看到风险而且也觉得这个市场中 确实有那种摇摇欲坠的一个感觉 但是我们是否应该就是大力做空 或者说非常非常的看空 在这里也不能太看空 就是因为场外还有100个Billion的资金准备下场 那么它就是股票回购 后面会跟大家从市场中我们不同的投行的研报 他们分享的数据和分析 跟大家具体的讲一下我们的交易计划和我的观察 还有哪些板块在后面会是一个交易美股的机会 那么在中国市场方面的话 我们能否爱在深秋 这里面我从一个大的方向上跟大家分享 护身300我们上次所说到的一个震荡的这么一区间已经形成 那么A股市场在这段时间或中国市场这段时间 形成了我们所谓的二阶段 那么我们后续该如何操作这个二阶段 我们能否爱在深秋 我将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去分析 那么这礼拜的会员视频 我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什么 是具体一点的 对于中国市场中我们说上周五 人生能有几倍薄 优漏出来了之后 那么整个市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疯狂的喷出 在半导体板块和科技板块 出现了非常强的这么一个 赚钱效应 那么我们后面的话 如果你错过了之后 我们该如何去应对 那么整个牛市 在上一轮牛市 它的一个轮动顺序是什么 那么对于我们这一轮 是否有一个借鉴参考的作用 我会在今天跟大家在会员视频中讲到这些 那么个股方面 我们是依然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比如说对于大科技 还有些特斯拉 还有几个个股 我的一些看法和一些交易计划 那么视频又是比较长 内容比较多 那么如果您喜欢的话 对你有帮助的话 千万别忘了给我们点赞收藏转发 我们开始吧 好首先是我们对于一个老三样的分享 大家可以看到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埃斯莫尔在这个出现了一个 咱们说盘中给你玩这么一个 所谓爆雷 然后所谓出现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其实是对于半导体板块的材料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材料部分 其实这个上里面走的是非常弱的 然后我们因为看到整个的话 半导体其实也分化 我们一看到这里强势的还是因为大 那么其他的板块的个股 其实在这段时间 其实走的又是一个分歧非常大 或分化非常大的地方 那么大家看到 这个Healthcare这里是偏弱的 那么整体上又是出现了这种 红红绿绿 红红绿绿的这么一个状态 没有一个板块 大家可以没有一个板块 会出现一个什么呢 出现一个说我都是绿的 或者说我都是红的 像除了可能能源是这样的 那么剩下的话 就是有红有绿进行这么一个穿插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该如何去判断 如何去操作 如何去分享 我们可以去看一眼 我们当下的一个市场情绪 当下的市场情绪的话 仍然是处于一个相对的高位 那么相对的高位的话 我们说散户对于整个市场 仍然是不是非恐慌 甭说恐慌了 一点都不怕 但是我们又发现它对于 其实后面没有捷径bearish的 就是大家在这个地方也很谨慎 其实因为它日内也好 我们整个波段也好都做不起来 因为它没有什么持续性 那我后面应该怎么做 和怎么看法 我们一会在具体细节上 跟大家分享 然后我们看到机构的持仓量 其实就降低了 降低了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来说 对于美国来说 这个位置上首先不是特别的 要看空的这么一个位置 仍然市场中是走出分歧非常大 那么我们说一个牛市的上涨中 都是在分歧中上涨 对吧 在咱们说在高潮中落幕 那么现在的话 本来是我们看到的是 它其实内部走弱了 应该会走出一个向上猛突 猛突或猛涨的这么一个高潮阶段 但是最后没有走出来 反而走出了分歧的这种盘整阶段 那么其实在这样来说的话 其实对于美国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跟大家分享几个数据 那么高盛在这个段时间给出了 直接6,290和6,270 类似于这么高点的这么一个判断 它的判断其实理由就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当下这个市场中 第一是节气 就是11月和12月市场是非常难跌的 除非是就是说像2018年这种 它有些外部的一些因素 就是强行的把这个问题是打下来了 那么我们还看到就是一个非常不安的因素 就是美国大选的一些政策性的导向不确定 那么我们不需要等到大选11月4号那天才知道结果 其实很多民调也好或者说市场也好 已经在逐渐的price in它后面的一个结果 那么这一次其实已经算是一个比较怎么说呢 就是说这个地方比较慢了 因为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说竞选都没有那么胶着 那今年的话其实是非常大的胶着 所以说到11月的初 11月初如果是再这么胶着的话 对于美国来说可能就是一个风险长口比较大的位置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主要去购买美股的 我们经常听到就是现在投行上经常说的一个词 就是叫1 trillion 万亿购买量 那万亿购买量是指2025年的它authorize 就是市场各个公司要准备回购的量 那万亿1 trillion 那么具体到11月的话 11月要执行每年10%以上的这么一个购买回购的量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你回购了 比如说我批你80个billion 90个billion 那很多在操作的时候他没操作完 或者说那当然得马上用 所以是一般来说在年底的时候 很多的机构或者公司 他们在回购的时候就会买的多一些 那么具体很多朋友问 具体他怎么操作的 那不知道 每个公司或者说每一个公司 他所用的券商或者说用的服务商 有他们的执行的思路和方法 但是我们想知道是整体来说 我们将近是每天从10月初 或者12月10月的月底 以后再过10个交易不到 差不多两周不到的时间 它会出现一个什么 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买盘 买盘就是会对整个市场起到一个非常强的支撑作用 它很有可能会化解我们说CTA现在是满仓 而且它现在是不管是涨是平还是跌 都是卖出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随着整个市场在盘整过程中 像高盛给出的就是一个6290 或者说甚至更高的这么一个物要位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我们该如何去判断 我们一会在技术分析上给大家再做一个具体的细节 就是当下逻辑的那边分享 那么我认为说我们现在最近的两周不到的窗口是比较风险是比较大的 那么就是因为就是因为现在的话是一个小的真空期 那么如果这两周还能顶住的话 那向后应该更看多 反而不是因为它在一个高位 它就更应该跌 反而是应该更看多 而且在后面的话可能会出现 我们会说就是高低切 就是我们除了大规模回购的那些目标 比如说像微软苹果或者说谷歌 他们在这个地方会有更强力的走势 那么另外的话我们说市场的一些成长股 它也会随着我们宽松的环境 也会随着年底的市场情绪而带起来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可能在这些地方 在小型的个股上会找到一些机会 那么对于中国市场来说 我们说市场进入二阶段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会具体再讲 它为什么在下跌到将近20%之后 仍然是算是强势的这么一走法 那它跟以前弱势的走法有点些不同 我们一会来具体的去讲一讲 好说到股票回购 大家可以看两个图 因为左边是美银的 美银这边就是说buy back 对吧 year over year 那今年是非常多了 那么而且就是说 现在股票回购量非常活跃 就是说我们现在窗口期之后 我们今年其实是一个活跃年 那么这个时候说就是coperate coin 它这个已经是一个 现在是比较疯狂的回购期 那么另外一点 我们看右边高速的图 它是11月 大家看是股票回购的一个peak 就是最多的 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数据 这个数据就是 我们在不管你是看空 还是我们有风险释放 我希望10月份最后来一个风险释放 我希望它有风险的释放也就是跌 但是它不一定以我说的为准 因为大家都能看到 市场上我们说11月马上就有这些 这是死钱 就是要进来10%的一个1trillion 10%也就咱们说这1trillion是不少的 我们就一个大量的 你一天6个币令 一天60亿 你差不多这一个月下来之后 大家算算你多少钱 那么几百亿上千亿 应该上千亿的这么一个流入量 所以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就是说不是上千亿了 就是我们上百亿上千亿的流入量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现在其实想说的是 我们这样的话 大家都知道这里有一个购买力在这的话 你其实想做空头的人 这也会有点担心 害怕他怕推不下去 所以这个时候市场中很可能会出现震荡和横盘 我们具体的来看一看 美股的具体走势 在技术上我们是如何去判断和实现的 好我们来看这板块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三周前的视频 我们说这不是能源墙 然后能源墙 然后中概墙 然后现在的话他们都走弱了以后 我们看到一个金融墙 金融这段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波段的交易 然后小盘在这个地方比较强 大概就是XBI XIWM 然后就是贵重金属特别强 我不是一个贵重金属交易的交易员 所以我不是特别懂贵重金属 但我能看到的话 它确实是在这个位置上走的比较强 但我另外的看到的话 就是我们说软件半括 还有说大型科技 也在这个位置上 仍然是属于强势的这么一个状态 那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 我们来看一看 就是说市场上的一个技术分析走势 好我们来看 就是小盘的这段时间 是比大盘强的 而且小盘在这段时间 你看它这个上礼拜 就是一个比较强的这么一二三五天 就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强的这么一个走势 而且在这个位置上 它就是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无非就是形成了一个区间 就相当于这原来是个阻力 对吧 这是个阻力 那么这个阻力 其实在之前两次卖信号所在的位置 它就形成 咱们就说也不用那么精准了 就在R824到R5之间 咱们也就是现在看小盘的这五十线左右 那么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区间的这么一个阻力 那么形成这个区间阻力以后 我们其实操作就变成很简单 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阻力这个位置做一个标记 然后它如果能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说出现这种横盘 等这个均线上来之后 然后再进行拉升 那么它整个底部的 大家看这个样的一个结构 其实就出来了 那我们再往大的周期上看 我们大的周期上看 它的这另外一个周期的结构 我们看这是周线的周期结构 上一轮涨得太多了 拉回来之后 它这个周线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调整周期的呢 它从这个NK线 就是21年的3月进入调整周期 它已经到了23年的11月 开始进入这个 这个已经是一两年的这么一个调整周期 它现在进入了一个什么周线级别的上升周期 但这个上升周期走的非常的恶心也好 或者难受一下 大家看这种长腿 你看周线上都是阳线 但这个长腿实在是太长了 每一个东西伸到了什么呢 这周线的咱们说的生命线上 所以我们在操作过程中 小盘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因为它就是震荡比较多 而且它的这个位置上呢 它的连续性差 既然连续性差 那我们相对来说就选择更多的 一个类似于DC的这么一个操作 我们在这个位置上的布局 就是观察对于这个回踩 这个24附近支撑的这么一个关系 那么短线来说 我在小盘上 这里做多的话 那么你一旦砸破了之后 我们选择卖出 在什么地方呢 那在这个震荡的那种下眼去观察 那么如果没砸破的话 它只要在这盘整 那向上的空间一旦打开 大家可以看到 这底下是一个大的底部 然后这里是个中继的盘整 而这个中继盘整 大家看虽然它的振幅和规模 好像没有这个底部大 大家看这是个低点 然后拉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底部震荡 那么这个震荡的时间 从22年的6月 一直震荡到23年的11月 那么这是一个一年零 5个月的震荡周期 那么好朋友拉升一段之后 又开始做出一个新的震荡周期 那么这个新的震荡周期 又是怎么样呢 从23年的底到这个24年7月 又是一个7个月的震荡周期 那么整体上我们就会看到 它已经在这两个位置上 它已经在这两个位置上 形成一个中枢之后 然后这个是底部拉起来之后 你可以看 这里可以说是一个反向中枢的延伸 或者说你在这里 我们其实在做的时候 这里可以做A0 因为这是更低 低点我们可以做A0 那你也可以把这里当A0 无所谓 不管是在哪出 如果是这里做A0的话 我们这里做一个低点 那么你自己拉上来之后 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形成的是 小盘国的反向中枢 那么这个反向中枢出来了以后 反向中枢出来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 下上下的这么一个盘整 盘整了之后 那么我们这里头又打出来之后 对它进行一个就不好操作 不好操作 它是一个什么扩展 那么我们如果这么看的话 我们在这个盘整区之后 它又出现了新的一个下上下的这么一个破绽 而这个扩展跟之前的扩展区是重合的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中枢的扩张 那么这个扩张之后 它如果是真正爆发的一个走势 那么应该走出一个比较强的这么一个喷出的这么一个状态 而这个喷出的状态 如果是被我们赶伤的话 我们可能会有非常好的一个收益 那么如果我在判断这个地方没有形成喷出的状态的话 它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取到守生命线 大约就在这个位置上 就是一个3到5块的这么一个止损 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操作 那么一旦向上的话 大家想这么大的一个结构 我们这个损益比 其实是一个10比1起步的损益比了 因为你向下只需要3到5块钱的一个止损 向上的话我们的损益比就非常的高 所以我认为在小盘这个位置上是大有可为的 我们完全可以去等待去操作它的位置 那相反我们到标普 这个位置摇摇欲坠 摇摇欲坠 我们看到的是这种摇摇欲坠的这么一个状态 而这个摇摇欲坠状态就是非常难操作 我给大家看5个K线 一阳一阴 一阳一阳一阳 而且这个阳也小 阴也大 然后这个地方你说 我就问你 你在这个位置上 你是如何能在这个地方赚到非常大的一个超过收益 其实是非常难的 但是它的趋势依旧是向上 而且我们刚才说了 场外有如此大的 有如此之大的一个资金等待 我们如果看到的是这一轮 如果是在未来两周 我最希望看见的情况是什么 我最希望的看见是 它在这儿出现一个比较强烈的 这么一个快速的这么一个回调 回调打到我们类似于这样5500的这么一个位置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观察它在这个位置上 形成了一个类似于比较恐慌的这么一个状态 我们就可以在这儿可以很好的去做后面的一个买入机会了 但现在来说我们看明显可以看到 我们在整个市场中 在这个位置上 其实是不容易操作的 然后我们再看到QQQQQ的走势 其实某种程度上是还步入标普的 因为你看这个礼拜从礼拜一开始一个小阳线 一个大阴线 一个小阴线 一个大阴线 一个小阳线 那走的比标普还弱 那么它整个这个过程中也看到了 我们整个这个走势 这个走势没有那么厉害 所以我们在交易过程中发现有机会 但是不好做 我们可以等它风险做这么一个释放 那么如果在这个窗口期 我们再说一遍 如果在这个窗口期 它没有通过下跌去释放其风险 而是选择了我们走出一个震荡的这么一个 震荡的这么一个走势 那更强说明什么 说明向下的动能全都被消耗掉了 那我们只要一形成一个箱体之后 它的一个突破 我们就果断在这里面 在美股中做多 因为我们知道后面 不管怎么样 有股票回购撑着 那么反过来说 我们知道有股票回购撑着 它还涨不上去 说明一定有人卖货 卖给这些股票回购的人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的思维模型又发生一个变化 所以我们说交易的核心并不是 去猜你是一个什么多头 他是一个空头 你看着他看跌 然后在那骂骂 骂了半天你能挣钱吗 不能 而是说通过这个市场的观察 我们通过数据 我们做分析 然后给出一个完整的预期 合理的假设 合理的推断 然后去找到那些 损益比非常高的交易机会 然后错了 就马上坚决止损离开 如果对了 坚决拿着 持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利润 各国方面 我们说一下特斯拉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特斯拉走势 这种无语 之前一个gap down 然后之后1234567 七个这种k线 我去 我从来没见过 大家说 我为什么跟大家说 我看不懂 我觉得这个里面 我有一个大胆假设了 就是中国市场火爆 那些炒作的资金 已经撤离特斯拉 我们现在说特斯拉 都什么人在持有 就是坚定了信仰者 坚定信仰者 他们又不出 这时候又没人买 这个地方它又跌不下去 大家觉得还可以 又抄底的 然后就缩量了 缩量在这横盘了 而且还就在我们这紫色带 这个关键支撑 给你横盘 那么这个就是弱势 就是我们说 大家看 当时这个地方看多的时候 就说 我们这叫什么 叫做阻力处横盘 这个地方叫阻力处横盘 是强势 因为什么 他这样拉起来 这不是阻力吗 但他低不下去 他就在这给你晃 这就相当于是 我们有一个打仗 然后对方的军队 到了我们家城门口 天天在这城门口 这安营扎站给你打 他也攻不进来 但他天天城门口 给你安营扎站 天天给你打 那么这个时候就说明什么 说明你肯定守方式弱势 你都打家门口来了 然后不断的打 那么你这就是一个弱势 但现在来说 就是空头打到多头的家门口 然后在你们家这安营扎站 生我做饭 那么整个的话 我们说特斯拉在这个位置上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资金 进去还手 那么我再说一个题外话 可能会招恨 就是说你现在比如说 还有很多场外的一些因素 影响实在特别多 你如果是一个 比如说我是一个 长期投资基金经理 我这个时候非常担心 就即使说 比如这次是共和党赢了 对吧 政治上的一个问题 那你保不起 你第一 你不能保证说 四年一定就关系都那么好 第二点如果后四年换成民众党要再来的话 会不会报复 对你公司肯定是没有好处 就是说他会有些担心 如果你是长期投资者 很多人他场外他会有一些担心 他就没有进 没有进的话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换手 那么这就有一个问题的 我们说上面这一大摊 这上面一大摊 咱们说是信仰投资也好 价值投资也好 whatever 我们说这个位置上摊 一大摊 这一大摊 然后这一大摊 和上面之前一大摊 就是之前我们说投资 这块一大摊 他们的套楼盘现在就是换不出去 所以换不出去的话 我跟上次一样 这是一个中继的话 怎么让他们换出去 一定要让他有一个比较scary的下跌 他就能给他换出去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得等他换出去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如果这个地方还有一种方法 我跟大家讲 除了是让他 这就比较残忍了 人家 你要让那些有信仰的人没信仰 就是这样的一个下跌 就使劲喷 然后如果要是说 你让一些没有信仰的人 容易出货 有一个方法 就是说 我在这里连续做这么一个反弹 然后再下来 再反弹 再下来 再反弹 然后再下来 那么这个时候 通过几个反弹 把上面的套楼盘 才能给他整理下来 所以如果现在仅仅这么看的话 那么扑萨这个走势 还是非常不乐观 好了 我们回到中国市场的讨论 我相信有不喜欢的朋友 这时候你就可以关掉了 但是关之前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我们现在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 像美银今年的分析 或者说严报 都已经非常赤裸了 你像高盛之前 就特别赤裸 就是让靠FXI 然后直接靠了个大的 那么这次美银也非常赤裸 直接跟你说 这个货币政策 和财政政策 那就说重拳出击 那么这个时候 直接让你buy China Consumer Stocks 那么China Consumer Stocks 是什么时候 就是我们说的 什么白酒 消费 这些 那么这些对于中概来说 我们首先 一会儿跟大家讲 他轮动还没到他们那 因为我们现在的周五 周五这一yolo 爱在深秋 是不是能爱在深秋 我不知道 但是你现在yolo了 yolo这一起来之后 此时不博 何时不博 他现在都到半导体 和科技去了 所以科技的话 我们要看 要看什么 就是你的购买怎么样 那么我们看了一个数据 就是说 我们知道 这个地方 他们其实给了一个什么数据 就是美银的数据 它每礼拜 其实好像都有 你weekly的 只要是特别大的 比前几周多一倍以上的 比如说上次这个 你看这个 一出来之后 马上就卖出 因为这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FOMO 尤其是南向资金 南向资金 那就是很多A股的 去做港股那种 那就是给那外资接盘的 然后我们是A股里面也是 那我其实一会儿 我跟大家讲 就是有些地方 我也是没有想到 就真的这么贪 那真的贪的太可怕了 所以说马上出 那下面一个 就是说比上面一个多出 比平常卖出流出 要多一倍以上 像这个流出也非常大 那它就是一个 类似一个短期的底 好 那我们再换一个角度 给大家看 好 另外一个角度 给大家分享 就是说我来这个看 那short的数据 就是FXI 我这里有一个估值 估值 就是说 它在风涨之前 就是你在看它这个 就是short特别多的时候 其实就要小心 就是如果很多 场外资金在short的话 那肯定就是浪的特别多 因为它是指数 比如说我浪一个 浪了一个中国的 比如88 或者是皮诺多 那么就是short 一个FXI 它做了一个这种对冲 那么往往也是使这种 情绪过热的 什么一个表达 那么往往就是说 你可能可以看到 就是它的这个 我还不明显 比如3month 这种 就是它的这个快速回落 往往就是带了一个 什么就是这个快速回落 意味着就是很多资金的一个出逃 那么什么时候就是说 对它来说是一个买点比较好 就是这个我在周四的时候 给大家分享了 就是我们群里分享了 就是它这个一旦到这个 这个short到低点的时候 往往其实也是一个 不错的这么一个机会 那么从另外一角度 给大家分享是这样 那么我们说 我问大家特别简单 那个问题 一个股市 它到底是因为什么涨 你千万不要告诉我 是因为经济 跟经济 比如说美股 跟经济就有关 你说2008年 09年3月的第一点 那是经济最差的时候吗 一定不是 经济后来更差 它主要是什么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刺激 我们来看这个刺激到什么程度 我们说央行刺激了一轮之后 没什么效果吗 觉得有效果 后来再出了几个讲话 大家觉得不够 然后市场出现回调 这个回调 其实我们更多说 是筹码的一个博弈 那么之后央行又出来讲话 就是你不够吗 我就再刺激 然后就各个部委轮番出来 开招待会 告诉你 我们就是要此就拼了 那么你再看最近的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 在安徽合肥 宾湖科学城 向这个什么 查看科技人员交流说 推动中国是现代化 科技要打头阵 科技创新是必有之路 党中央非常爱惜 和真重视科技人才 然后后面 他其实你说完就完了 对吧 其实这句话结束了之后 这句就完了 其实可以不用再说 他来了一句 人生能有几回博 大家要放开手脚 继续努力 为实现科技自强 做什么贡献聪明才智 这在第二天 就是第一天的晚上的延报 高盛直接就用了 两个英文字 两个英文词 You only live once 等于说 这就已经称毛票的这么一个概念了 所以我们想说的是 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我们的这个 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 一个就是已经是 yolo都出来了 所以这个位置上 那还是说一个偏多 那不是偏多了 那就是坚定看多的这么一个状态 插播一个小广告 如果大家没有加入我们 可以来我们discord之外 还可以交 去什么呢 去follow我们的交易之刃的 Twitter里面 每天都有很多更新 非常好的更新给大家 而且是免费的 好 那我们再跟大家从护生300的角度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对市场的一个看法 那么就是为什么我说 我在这个位置上一直都看多呢 就是 第一个就是说 第一个他这个地方压抑的太久了 之后他有一快速爆发 但这个快速呢 太快速 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个 我的一个分享 或者说我判断的一个错误的地方 在哪呢 我知道当时10月8号 一定会是 比如说我们说是不是爱在深秋 那我多说一句 就是说 爱在深秋 那个爷叔说了 10月8号要涨到你什么呀 说要涨到是全 券商全体起立 那券商确实是全体起立了 然后说呢 要涨到你头晕目眩 确实也头晕目眩了 但是我们这里有一个交易手册 就是说交易的原则 就是说假设 我现在退一万目 不是假设 假设 耶稣是一个神 耶稣说的每一句都是对的 那么假设是这样的 那么 耶稣其实后面还有一句话 耶稣说 那天应该封不住 但是我们所有的自媒体 就给他切的乱七八糟的时候 就是只看 头晕目眩 一万四千六百点 这些吸引人的 这个我们自媒体最可怕的 就是大家都为吸睛 搞流量 就是最后 就是 我也不是说迷下线 基本 大家你爱看的不就这个吗 实际上很少人去关注 他后面特别简单的说了一句 就是后面要有大的震荡 那么这个其实就没人听了 因为我们说交易的时候 我们叫选择性偏差 就是我们的观众 往往就听自己想听那段 甚至于说我们大众观众 特别有意思 他会把你说的不管什么话 都会翻译成或理解成 他想听那东西 所以说这个跟你说的什么 其实没什么关系 所以我们说 也说他说了一个 就那天封不住 其实那天就是封不住 但是那天是个巨量之后 我当时确实是没有想到一点什么 当时既然有这么多人 在这样的位置 竟然是打板追这些ETF 都严重溢价的ETF 和那些涨停的个股 就竟然就硬追 然后还有这么多的人在里面 就是借花呗 什么借款 找亲戚朋友借款 进去来炒股 甚至于很多人上的杠杆 都是10倍这种杠杆 我觉得特别不可思议 这一点确实是也低估了 我们这个金和骨子里面 对金钱的这种执着 那真那么可怕 尤其是说 我们对于经济不好的时候 大家没有任何的 就是出路比较少的时候 这样的股市 真的是可怕 你看看 从这个高点下来之后 这一段时间 这咱们不是讽刺吗 户值永远是3000点 大家看户深300 这都已经到3100了 其实3100多 这是个铁底 或者说这个地方 是一个非常低估的位置 可那时候满天都是段子 大家就是嘲讽 垃圾股市什么的 然后你看 这一轮 一轮大家就说 再也不玩股市了 太讨厌了 然后 我们说给大家讲一个口诀 三根大阳线 千军万马来相见 就三根大阳线一拉出来 千军万马来相见 因为你看 第一根大阳线出来之后 大家觉得不是反转 第二根 一个高开走低 纷纷就扫掉了 当时很多套牢的筹码 然后你三根大阳线 很多人上不了车 这时候被扫出去的人和场外的 这马上又丰盲了 千军万马来相见 马上就在顶点 我说实话 在这个地方出了一半的仓位 因为什么 越远超我预期 我当时说 就是说 我认为是大约4千 互生300 我认为是大约4100点左右的是这么一个 就是套牢区在这 结果他们一下就冲到4400 它是高开 它4400 然后一下闷下来之后 我们说就开始向下跌了 那我出了一半 在后面 我这阴线就在这买 然后买的时候 就买这些类似于科技板块的内容 但是你看 它就一直跌下来 你看 它跌了五六天之后 这个回调幅度多大 从4400 直接又干到3700 这又是20%的回调 也说 如果你不是在 哪怕你在这点买 或这点买的 你只要在上面 大阳线 咱们这是阳线 大家注意 这是高开走低 但它是阳线 这根阳线和前根阳线 只要是这两根阳线 你买的 你现在都是亏钱的 对吧 那不都亏钱 然后就受不了了 然后又是一个段子 然后开始骂 情绪又走到了一个什么 又走到了一个冰点 那么这个时候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观察 A股的弱势 它往往 大家注意 强势的时候下跌 都是阴阳阴阳 就有点像美股 阴阳 阴阳交叉的时候 是强势的一个盘证 因为A股在弱的时候 不会有阴阳交叉 它往往都是越走越低 它是一种叫阴跌的一个模式 就是这个地方特别恶心 就是拉小阳线 拉几下之后 就给你一直就做这种阴跌 而且这个阴跌 那是越跌越慢 越跌越慢 然后突然给你来这么一下子 你看其实这种 突然给你来这一下子 然后反弹一下 突然又给你来一下子 它就是跌着跌着 阴跌阴跌 突然给你来个gap down 给你来个大跌 然后阴跌阴跌 再给你来个大跌 这样的话 你最后就绝望了 你就割肉了 那你就非常悲惨了 那实质上这个位置上在不断的 而且这个量能 大家看平常量能 就是只是一般护身来说 就是一个5000亿到6000亿的 那么也是量能 那么这个地方都拱到几万亿 而且一直是以万亿上 1.2万1.5万亿这个价格 在这做一个交易 那说明什么市场人气还在 而且你如果是这样 我们场外来看A股的时候 你会觉得它是跌的很多 但你如果是场内在里面做的 你其实特别明显的感受到什么 就是资金在轮动 你上面那些晚来的 就追券商 就给你都套住了之后 追银行的套住 追房地产的套住了以后 我现在直接又玩半导体 你等你那券商割了 来追半导体 现在半导体又给你套住了 下一个板块是什么 我们的会员视频给大家讲 就是你要追下一个板块的时候 你这又给你套住了 你永远都是在追的过程中被套住 所以这个节奏非常重要 但是整体上我跟大家讲 这个位置上仍然进入二阶段 仍然是看一个什么呢 宽幅震荡 而这个宽幅震荡 绝对不是短期可以结束的 因为什么 因为上面又出现了 这是老韭菜套牢区 然后这是这么大量的 一个新韭菜的套牢区 我们说这个位置上 是新韭菜的套牢区 那我们称之为 就是说 我们说韭菜套牢区的一个园丁 或园地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上 也就是在我们的底部是出来 底部是什么 就补了个缺口以后 3700点左右是底部 是追 是护身300的3700 那么上面的顶部也出了 大约就在4400左右 或者4200到4400之间 那么这个区间 会来回的这么一阵大 为什么 因为资金在不同的板块中 进行这么一个轮动 轮动轮动着轮动着 你上面的套牢盘套下来了 底下的获利盘换上去了 我们大量的机构 基本上他的持仓也就吃饱了 好 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 就是很多人去做那些 叫什么三倍的ETF 一倍的ETF 对于中国市场 已经波动如此之大 你要再去做三倍的 而且一旦风控做不好 大家看 这个因 从60不到 直接能干到30 你这中间 因为你 我有一悖论 你 如果你是玩这种三倍的人 你一定是 普通投资者 普通投资者 就没有能力 或者说没有可能在这种提涨点买 他一定是觉得这个地儿高了 但要出货 追的时候 都是往这个高位上追 追到这个高点上进去的 所以这一轮一下闷下去之后 你这个账户受不了的 我们不需要去做这种三倍 FXI也是 这个位置上 就是仍然维持高位震荡的这么一个格局 我们就做一个一倍的高位震荡 然后你如果真的特别看好 像我一样 我去布局了一个ASR 我们是26年1月的这么一个 长期的看上期权的一个spread 或者说我们布局6月份 FXI的这种 就是你用少量的仓位布局一些衍生品市场也可以 那么整体上来说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你的节奏应的非常重要 因为这是个不成熟的市场 永远不要低估 人性的摊和市场的疯狂 还有市场的恐慌的变化 所以情绪的波动是非常大的 所以交易的难度也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还是地利前行 然后谨慎小心 然后我们把该做的给它做好就是了 好 那么今天的我们视频就分享到这 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 给我们留言 然后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